桃园国民运动中心2018年5月开幕启用 市议员简志祥还有黄佳琪就指出了 游泳池启用之后接连发生了地下机房管线爆裂 还有瓷砖脱落的灾情 而目前游泳池停用超过一年 由于营造商企鹤营造已经倒闭了 市政府决定动用公务预算来进行修缮 桃园国民运动中心启用后设施 频频出状况 从一开始管线破损到三温暖封闭 后来更发生了游泳池磁砖脱落长期停用 至今已经超过一年 当初盖好之后 他们现在温水那边是还在维修吗 目前还在维修 就是他们运动的长辈跟我讲说 怎么刚盖好没多久 又花那么多时间在维修 所以当初规划上是不是出了一些状况 虽然游泳池还在保固期 但承包厂商已经倒闭 市议员检志祥指出 游泳池迟迟没有修复 影响到民众使用权益 市政府应该要接手修缮 紧速恢复游泳池的功能 一年多真的等太久了啦 是不是说你还是我们现在的计划 大概到什么时候才开始会 预计要做修缮 那大概要修缮多久呢 目前其实我们已经要签统筹款来执行 这一次的修缮 那其实修缮的工程 工期大概60天 60天啊 希望赶快预算到位 我们就可以马上来执行 体育局计划动用统筹分配款 进行游泳池的整修 预计工期是60天 目标在夏天完工 让喜欢游泳的民众 可以紧速使用 国民运动中心的游泳池设备 谢谢大家